新一鄉卡里布安村也就是原來的旺鄉部落 最近進入了八重櫻以及香水吉野櫻的盛開季節 尤其在部落連外道路出入口的A小片 香水吉野櫻 開得特別的漂亮 吸引許多民眾每年都會前來賞花 我們這裡是卡里布安部落 卡里布安之前的旺鄉 那現在部落正在盛開的就是 八重櫻櫻花的這個品種 另外在我們卡里布安部落的大概200公尺的上方的轉彎處 也在盛開不適應的品種粉紅色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有空的朋友們可以來到卡里布安部落 來欣賞這邊目前正在盛開的櫻花 順便也體驗我們這邊的人文文化傳統風情 葉王九屬也表示 新義鄉的卡里布安村目前粉色星宜的櫻花正在盛開 不但非常漂亮也會部落點綴了許多的顏色 新義鄉我們的一個村落 卡里布安村 現在有我們的香水吉野櫻已經盛開了 希望我們的鄉親大家可以當共同來這邊來剃圖 因為現在也有私逢我們的連續假期就要開始了 大家我們共同來加入在地的鄉村 我們的新義鄉和卡里布安村這個部落 來再欣賞我們的香水吉野櫻 這個燕灰 這是粉紅色的特別漂亮特別美麗 歡迎我們的鄉親大家共同來這裡剃圖 一位傳說也表示 新義鄉正值櫻花盛開的季節 除了草坪頭已經旺高外 卡里布安村內的粉色系櫻花也非常的漂亮 歡迎民眾把握時間 在我們姓義卡里布安村 就是我們故意的望米村 分割的一個村落 他在這裡所製造的這個燕灰到目前 才是當時在開 他又開得非常漂亮 這個部落所製的這個燕灰 是吉野櫻的品種 他所製造的灰色是粉紅色的 可以說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我們不來跟我們姓義鄉 尋常到燕灰的朋友 如果你想想去草坪頭也知道 要來我們這個望米村 卡里布安村 來做到燕灰尋常的路由 新義鄉內各地的櫻花都已經漸漸大開 尤其是粉色系的櫻花 雖然規模不算大 但這樣的環境也讓遊客相當稱讚 記者邱平利新義採訪報導